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第一季就完结了,这么快就入第二季 不知道大家第一季的组合表现是怎样呢? 其实市场大上大落,非常难玩 所以今天请Kenny上来一起把脈 看看第二季我们应该怎样组合 我想特别是大家关注股票市场 在第一季尾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反映一些忧虑的因素 在债息上就比较担心 其实踏入第二季,我们的主题是否要继续看着蜜呢? 仍然要看着蜜,其实在过了农历年 2月3月开始,突然在说通胀 大家说债息,就吓得一众新经济股下来 上次也提过,新经济股很害怕的一件事 原来就很害怕,它对于息口是很敏感的 所以这期升经济股比较差一点 但是踏入第二季,都没什么办法的 我们仍然都要关注这个通胀,关注这个债息 为什么呢?最新出了的通胀的数字 记住,我们大家看的数字,看PCE 看核心通胀 没错,那个核心通胀 因为联储那些是看着这个数字的 最新出的那个是2月的,1.41 还没有很害怕,但是不是 原来因为低基数的效应 还有最近有什么事?食品价格又升了 油价又升了,运缘 运输成本又升了 所以在计论数,4月、5月,PCE 有机会会跌穿联储的通胀的目标 即是多少呢?2% 如果你说看,我们叫做 Headline的CPI,可能更多人怕 可能会跌到4%,也不奇怪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我问你Debbie 债息还没有办法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还有上升 因为通常债息和通胀的关联系数很高 以图中所见,其实都见到 两个好像牵住手那样走 如果像你所说,很容易核心通胀 短暂会升到2,甚至更高的水平的时候 那我们那个十年期的美债息的话 即是有机会突破早前高位1A7楼上 有机会,甚至你说到去到2也有机会 但其实老实说,2.1,2.2,其实无所谓 因为最重要是整个趋势和市场 如何解读现在这个情况 碰到多少没有问题 反而我们要留意时间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才这么强调 我们有机会可能4月5月 会见到这个数字走上去 不过跟着 数学上来说 又有机会又走回来 这样就希望 去到第二季后期一点 整个情况会会松开 像你所说,这个令人引发忧虑 不过如果你这么早告诉我 我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没那么害怕 因为早前那一阵 债息不断拉上去 股市就回得很急 主要因为债息就升得很急 如果你缓慢升,还有预期 我觉得股市可能调整压力没那么大 你觉得这次,如果像你所说 4、5月那样爆息上去 股市会不会有那么害怕呢 都要害怕的 始终要记住这件事 新经济股玩了多久 大大话说,由去年4月 玩到去2月 玩了这么多个月 其实你说要调整几个月 其实都很正常 况且背后还有一些数据 其实真是给到一个藉口 那些基金经理将那些仓去收拾一收拾 尤其是今天我们讲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是什么 环球经济复苏 环球经济复苏对于基金经理来说 很清晰啦,我当然是买旧经济股 那哪里找钱回来 拿一些获利回少少升经济去旧经济股 整个情况是很顺理成章的 所以这个想法就是 如果未来4月、5月 那个数据或者那个债息 还有压力呢 很不幸啦 那么我们新经济股 仍然都有很大机会 继续来这1、2个月受压 不过 我们未见到一个反弹 那正式的反弹未出现 那相信会反弹之后 再有机会再试一试 这么麻烦 弹散格局 稍后我们再深入一点点 再看究一些新经济股 应该如何掌握那个节奏